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五下午的2点33分 加全指数今天收盘涨14点 四天下来也涨了131点 虽然说速度有点慢 速度是慢慢的起 可是至少还慢慢涨了131点 只要有成长都是好事 有起都是好的比较 虽然说量少了一点 强势股还是强势股 重点是你要敢买 你要敢买 你看这种量很多人不敢买 量不敢买 半毛钱都没有 你不敢做半毛钱都没有 你看3481的群创 3481的群创 开红盘第一天 11.8买的 开红盘第一天 你有看节目的 你们都知道我盘中节目就在推荐这一档 11.8买的 到今天13块钱 到今天13块 短短几天 1234 四天时间从11块8到13块钱 10%耶 也10%耶 如果用融资的话 25% 这种股票用融资也没什么问题啦 10块的股票 没什么好跌的啦 对不对 所以用融资也OK啦 融资买了100帐没多少钱嘛 40万而已嘛 是不是 40万你都已有嘛 就看你敢不敢做而已啊 就这样子而已 100万 25万 融资是25% 融资是25% 那你如果什么都不敢做 看这种融资人家做 不敢做什么都没有 炸好的股票 都跟你无缘嘛 是不是 很多人对指数很在意 很多人对指数很在意 哇9000多了 这里还可以买吗 你一直被这问题给困住 所以让你举期不定 一直都不敢进场 你有指数疑虑的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礼拜六的两场活动 礼拜六两场活动 你来听 我用我自创的计量图 超准的计量图 这个就是计量图 我自创的 这也是计量图 我自创的 这是月的 这是年的 计量图是最纯的东西 因为它记录了你的成本 记录了主力的成本 也记录了法人的成本 所以那个行情是准确率是百分之百 我用计量图让你看到 会起到哪里 你看到会长到哪里 你就敢放下心下去买 自然而然你就赚得到钱 否则你一颗心 一直被指数给困住 啊长这么高长这么高 可不可以买 买了之后会危险 你被这个问题困住 你挂到盈利的贪量 所以这两场活动 你来听 我用自创的计量图 让你看到目标 同时哪些股票 从底部刚起涨的 我一并在活动里面 跟大家分享 很多股票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虽然说指数在这里 很多股票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对你看三四八一 虽然说这三天 年转四天大气 你用月线角度 它现在是不是在低档 是不是在律史低点 对是不是在律史低点 失败历史低点刚开始而已 所以你来听 你来听 我就跟你讲 礼拜六上午在基隆 下午在桃园 来报名创线 02 23219933 02 23219933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昨天美股是小跌 昨天美国股市是小跌 道琼跌42点 拿斯达克是涨的 道琼这个随时 2万点都会过关 今天亚洲股市稍微弱了一点 日经是小跌 对 陆股也是小跌 大陆 香港今天还是比较强 香港今天一度涨了一百六十几点 一度涨了一百五十几点 你看在封关前 在封关前我特别跟大家谈到 香港率先押回会守泥线 你看短短一个多礼拜时间 从两万一千五今天到两万两千六 一千一百点 才一个多礼拜时间内 你看香港涨了一千一百点 大陆股市 我也跟大家讲过 押回年限 新的多头开始 你看这个上来也四趴了 上证也是一样 你有在看我们节目 你都知道我跟你说什么 相关的ETF 护生二的开始 你看从十一点八到十二点七 七趴 我跟大家讲过这个用融资没关系啦 你用融资做的话 十八趴 十八趴 前一波你们记忆还犹新 四十八趴 四十八趴 ETF现在在国内已经是越来越流行 政府也全力在积极推动ETF 相当热门的商品 你看那个成交量 四万几张 很多股票成交量都没这个量 这都开始喔 会员手中持股报了 民伏的破条 这都开始 南亚 过年前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谈过 南亚股市开始进入股涨 你看今天南亚继续大涨 越南 菲律宾 今天持续大涨 你看最近 南亚的股市 泰国创新高 印尼也在飙涨 有没有 菲律宾也在飙涨 我都在低档告诉你的喔 我在低档告诉你的喔 这些可能我们都没办法参与 印度 印度 印度就有ETF 印度这一波在低档去的时候 第二只脚会告诉你 指标在低档喔 要起来了喔 印度上来也奇葩了 2X呢 我不知道你怎么做 我希望有 每天看我节目你还不敢跟他看干嘛呢 印度从18.8 上来今天到20.49 你知道这样7.5% 用融资座可以赚多少你知道吗 印度2X你如果用融资座的话 22.5% 22.5% 现股涨9% 没输股票喔 22.5%这没输股票喔 不输股票喔 股票也就可能涨不出来 甚至于现股9% 很多股票9%也涨不出来 所以现在国内已经不单纯是股票而已 很多国际的商品 ETF 这个都是提供给你参与国际事务 参与国际投资的也很好工具 我们带会员不是只有股票 我们是股票加ETF 国内跟国际 只要有赚钱的机会 我们都会带会员去赚 全方面的规划 你自己操作不顺利的 可以跟着我们脚步 让你那边带着你做 今天台北股市虽然量还是比较少 可是你要敢做啦 你要敢参与 你才有机会赚多少钱 你看3481的群创 3481的群创 抗盘第一天11.8买的 这是Open讲的 我公开说的 对 这种股票我不怕你跌 你说一些比较筹码型的股票 可能比较不方便开牌 这种成交量一天十几万张 不怕你跟 有些人怀疑说 我第一天讲的时候 有些人怀疑说 哎呦很大肌 九百贵的 这人敢不去 大盘没量 这敢不去 我跟你讲 大盘越是没量 你越要找 越有量的股票 代表有特定人在里面 不然这种量很多 没量的股票 跟实水摊 你买进去 它会成在里不会动 反而这种量越大 越能够确保它的一个活络度 你看群创连续四天来 新高龙都十万张以上 成交量旁旁里面 都是第一名的 今天十二万六千张 十二万六千张 那四天来十% 融资二十五% 我说过这是临风险谷 临风险谷 你都不敢买 那你要玩什么 你说是不是 这才刚开始而已 这样都开始了 你知道外资 昨天买超第一名 也是群创 两万一千六百七十九张 三大法人 昨天大买 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三张 都是第一名的 三天下来 就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三天下来买 巡创买了八万两千一百九十八张 结果没想到 昨天融资竟然大减 一万四千七百张 三大法人跟临和宴 强力在买这支股票 结果散户 一直在卖这支股票 甚至于昨天融资 还大增两千五百张 目前融券 大增两千五百张 目前它的融券张数 已经来到一万张的融券 上四櫃所有的券 它最多 那十一块你要放股 也比较败 你说空一百块 那百一块就没意见 十一块你要放 你看从这里 从十一块开始就有人空了 全部套住 全部套住 嘎空骨最后一标 对 这是嘎空骨 这是嘎空骨 这也是嘎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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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伯德 这也要微酸 三千四八九十一张 万一张一万张 这也嘎就空了 你空担最好的用麦枣 嘎起来鸡鸡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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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几块的净值 骨价十三块 你知道开放盘第一天 把人调高 第四季的获利七毛钱 今天再调高一块钱 如果第四季群床 会赚一块钱的话 绝对不是这种佩纸啦 如果来到净值怎么办 如果从我们十一块买 如果真的来净值怎么办 会赚一杯呢 赚一杯呢 是不是底部的股票 我专买底部的股票 底部的转机股 或者底部大赚钱的股票 所以那些行情跑起来 党党都是 五十趴五十趴在跑的 我专门挑这种股票 高获利高成长底部的股票 五年半的股票 看超级五十趴的 你们每天看节目你们都知道 对不对 第八档群创 汉与伯德 汉与伯德 目前三千四百九十一张的卷 外资还在加码 汉与伯德 外资昨天买六百三十张 一月份三天买了一千七百张 水钱也出去了 水钱也出去了 对 三四八一的群创 注意哦 十三块一点都不贵 十三块一点都不贵 我们昨天也买了 金店 二四四八金店 昨天成交量四万六千多张 今天是平盘啊 我们昨天是二四点四买的 探四角 四角也2%跌 2%没什么 2%没什么 我再告诉你 这也是刚开始而已哦 这也刚开始 刚站上年线 股价是从一百八下来的哦 对百没落 现在在地步哦 而且 它的财务状况不错 负债是只有27% 毛利率已经由负转正了 13%了 最新的消息 大陆最大的LED公司 三安电脑 三安电脑 从1月10号开始 全面调涨LED报价 八个百分点 调高报价八个百分点 收费最大的谁 就是金店嘛 收费最大的就是金店嘛 所以金店 目前账上美股 净值 买到五十块哦 股价只有二十四块 贵而已 现在也有七千张的龙卷啊 你扛这个股票 要做什么啊 从一百八跌到剩二十几 你去空中二十几的干什么 账上一股有快五十块耶 如果回到禁止怎么办 是不是又是一倍了 又是一倍了 还有哪些股票 有机会 底部翻扬涨一倍了 我全部都在 礼拜六的活动来告诉你 还有两个多礼拜 要过年 这两个多礼拜 你要抢一个 三十趴的红包 不难啊 只要你押对保 只要你押对保 你看三四八一 这个就有了啊 这个是不是就有了 二四五七 对二四五七 这个跑侠也是很快 对这个跑侠是不是也是很快 这都我们锁定的股票 六一七六 瑞宜今天开始动了哦 今天盘中的节目 我特别跟大家谈瑞宜 瑞宜也开始叮当了哦 我还是在这里 总共买了四万多张 目前容卷 有两千三百一九张 全部都卡到的 全部都套住的 全部都套住的 都空在这里 全部都套住的 这要处理啊 要公了哦 你会看现行 你自己知道 量出来了 这个随时会嘎空出去哦 还有更多这种强势的标的 要穿红包 跟我一起来 礼拜六 如果早上基隆 下午桃圆 我用我自创 超准的计量图 来教你 让你看到会场到哪里 同时 最好 两个拜花 抢个30%大红包 哪些股票是重头戏 一并在会场 告诉你 礼拜六早上基隆 下午桃圆 报名段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我们礼拜六见 拜拜 再见